好 麦造有说中华民国动员不是这样子的吧 好 张家和也有对我们的斗内 他跟我说好 非常感谢你 好 另外呢 可爱哈士奇有说 说穿了讲这么多就是想要针对中天 Polayang也有质疑说 台湾想要有个中立电视台怎么这么难呢 好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各位持续加入我们这节新闻行列 记得帮我按个赞好吗 好 当然针对这个部分 全民防卫动员法章中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过去流于形式的青年学生动员计划 今年开始要积极准备了 教育部进来要召集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做讨论 要求把16岁以上的学生不分男女动员计划 还有名册 确实要填报全民防卫动员术新建云端系统 显示政府已经积极朝向 这个筹备动员学生要来保乡卫国 好 暂时还要投入救护跟武器生产 只不过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们继续还要带您看到 高中生要纳入所谓的民防 好 根据了解政府要求落实训练课程 不能够只流于纸上文章的形式 台北市的教育局校安市也突发奇想 希望高中学校把民防训练 跟同军团的训练课程做结合 但是台北市议员李明贤询问教育局 好 教育局方面已经有证实了 但是也强调没有所谓的强制力 学校到底能不能够配合呢 其实教育局方面都是尊重的 当然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有不少家长是蛮担心的 像是家长王先生就炮轰政府 可不可以不要再乱搞了 这种动员着急根本很扰民啊 制造恐慌 你要叫年轻人上战场 至少要让他们知道为何而战 好 也有家长呼吁 动员令不能够因为身份尊戒 而就让特权存在 当然针对这个部分继续还要来看一下 这是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他也看不下去了 他直呼民进党果然就是绿共 民进党要把整个紧急状态常态化 说穿了就是复辟动员 勘乱时期的临时条款 民进党果然是绿共 现在传出民进党要制定 所谓的全国动员准备法 那么授予蔡英文这个 可以下达所谓的动员力的各种 来限制人民自由 尤其是前置新闻媒体的一个特权 事实上按照我们的宪政 遇到战争的紧急状态 那么总统本来就是所谓紧急命令权 但这个紧急命令权 他需要立法院来所谓的和可 可是呢 现在民进党要把整个紧急状态常态化 说穿了就是复辟动员勘乱时期的 临时条款 等于是要把这个台湾 再往过去威权时代的老路去走 那说实在话 不用等到所谓的共产党来 民进党就是绿共 绿共就已经来了 那台湾民众要放大眼睛 睁大眼睛去看 这个所谓的立法的用意 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要扩大民进党的烂权 民进党过去从执政开始到现在 透过社会秩序维护法 然后当作上方保健来钳制言论 关中天新闻台 然后用网军跟豢养媒体的方式 来去掌握舆论 到现在这样子他还不满足 他还要再搞一个所谓的动员法 来一个准备动员令 干什么呢 要能够彻底的去抹杀大家的 所谓的言论跟自由 那这是今天民进党一个赤裸裸的阳谋 只是台湾民众你能接受吗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喔 谢谢大家